Hello 各位,今天我们用德语来讨论一下选举跟香港的一些词汇 我很确定不管你在看新闻或者你想讨论这个主题 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对你来说一定会拍上用场的 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选举这个德语的用词是什么呢 叫做 Die Wahl Die Wahl是名词, Willen是它的动词 所以我可以说,打个比方 Ich will,我们加一个政党的名字 或者加一个候选人的名字 那么候选人跟政党这两个概念怎么说呢 Die Partei是政党 然后Der Kandidat或者Die Kandidatin是候选人 然后我们其实想要表达投票这个概念,这个动作 还有其他的说法可以用得到 第一个我想讲的是, Ein Kreuz machen 为什么说 Kreuz? Kreuz是 Cross,就是 To make cross 在某个地方,我们在这个选票上面,通常在西方国家 我们就会打一个叉,我们想要投给哪一个党,哪一个候选人 就会 Ein Kreuz machen 我们还有其他的说法也蛮有趣的 像比如说, Ich stimme für ... 意思是说,我投给谁 可是 Stimme,它的名词,它其实是声音跟选票的一个意思 它其实有几个意思可以用得到 所以 Ich gebe ... 正当 meine Stimme ... 我把我的声音给它,意思是说,我把我的选票给它就对了 那么一个 Partei 通常也有一个 Partei Program 一个 Program 就是那个 Program 它的各式各样的立场 那么 Das Partei Program 里面包含很多的 Standpunkte Ein Standpunkt 就是一个立场的 Standpunkt 如果你想说,诉求,那就是一个 Forderung Was Forder diese Partei? 那现在 Partei Program 大概就是政党的这些理念 跟它就是内容上的这个走向,或者是方向是什么 这个也叫做 Die Politische Ausrichtung 那么票项或票鬼,这个在德文里面会怎么表达呢? 我们用 Urne,就是 Die Wahlurne,这个名词 把那个 Stimmzettel, Stimmzettel就是,或者是 Wahlzettel,我们的选票 投进 买乌里面 所以 Ich werfe den Stimmzettel in die Wahlurne 那么当然有各式各样的选举的类型 例如 Die Parlamentswahl,这个是国会的选举,或者是议会选举 还有 Die Präsidentschaftswahl,这个是总统选举 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选举,可以这样子说 Die Kommunal Wahl 那么投完票之后呢,就把那个 Wahl ergebnis算出来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个 Graphic,然后我们就看到 wer ist der Wahlgewinner, wer ist der Wahl,理论上 Verlierer, wer ist der Wahl Er hat 50 Sitze bekommen,等等,这样的说法 通常一个 Parlaments里面,一个国会里面,就有不同的 Fraktionen 也就是其他不同的一些党籍,或者是政党,就对了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的国家对国会有一个特定的专名 像例如,除了 Parlaments,你也可以在奥地利称之为 Der Nationalrat 在德国不叫做 Nationalrat,在德国就变成 Der Bundestag 所以在很多的国家,其实国会和自己的议会国会有一个特定的名字 这个也是很值得去专门去研究的部分 议会的议员怎么表达呢?通常是 Der oder Die Abgeordnete 其实是委员的意思,如果你真的想翻成 议员就变成 Der Parlamentarier, Die Parlamentarierin 这个有点绕口令,我觉得 Der Abgeordnete不但好念,而且也非常常用 另外还有一个概念叫做 Das Politische Spectrum The Spectrum是光谱,政治光谱是什么?也就是说意识心态 或者是理念方面的各式各样的走向跟方向 那现在就可以问这个问题 WO steht dieser KANDIDAT,或者 diese Partei im Politischen Spectrum? 那么以上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用词跟俗语 希望对各位有用,可以更好地理解一些德语的新闻 或者你如果想要自己去讨论这些内容 希望对你也会有蛮有用的 这些太立刻看着有更多虑易的 或是使用的一种改善 我们是这个好的东西 我们的这个本地 我们的权态